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两架机20 大家所期待的这个机20现在已经出现在珠海的上空了 哇 好近啊 这两架机20 对对对 密集编队 可以看到 一架飞机进行垂直机动 另外一架飞机做水平机动 垂直机动最大的过载是9个C以上了 对对 然后做了一个拱转 现在要半扣 这种这个动作呢 展示出歼20这个飞机啊 它的优越的水平和垂直机动性呢 这在作战中间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实战意义的 现在是做一个大坡的盘旋 我们在室内都可以听到外面发动机的声音 巨大的轰鸣声 冲击力非常强 而且可以看到气流 外面的这个机翼表面的这种气流 所以这个时候飞机带的坡骨非常大的 然后改屏 继续向右做滚转 做一个盘旋 然后转转 展现出来这个飞机 这些减20飞机啊 你看在这个机动过程中间还进行滚转 它的这种水平机动性能很很很 那个非常棒 因为它转弯半径很小 这在作战过程这个中间呢 都是非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在近距离格斗的时候 这应该做的是一个鞋金斗 这应该做的是一个鞋金斗 对 对 对 防着半扣过来 紧接着向右 做一个水平机动 整个这个动作非常紧凑 它就是在屏台前方这样一个很狭角的 然后再次向上咬身 在这个公寓里面 多次完成了水平和垂直机动 做一个滚转 对 做一个上升横滚 多次滚转 这个是真的还是真的这个 对 靖亚林战机 优越的机动性 对